欢迎来到MON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邓紫棋依次失去两个男人爆哭半小时 任了友情商亲铺跟富二代感情现状 邓紫棋去年底爆出与富二代男友Mark的分手消息 当时她回应 各位别吃瓜了 没营养 被粉丝解读撇情变 但她本人并未多做解释 她近日加盟华纳音乐后推出新专辑《启示录》 新歌MV因男主角男配角因故无法演出 MV还未拍完 就依次失去两位重要的男人 特别找来Mark救援也男配角 经线上记者会 被问及是否跟男友Mark感情甜蜜蜜 她没有正面回应 锦修说 我最近半年的伤 只有拍摄过程临时换脚的伤 勉强说情商也对 又单引号 她回首新歌MV拍到一半时 当时的男主角竟告诉她必须的走了 怎料 男配角也临时无法演出 让她几近崩溃 我躺在床上哭 问上帝啊 为什么要这样发生 如果这个人不能拍完 为何要她开始拍 这不是浪费我们所有心血 很可惜 好的片段不能用 大家这么努力 用不了 上帝你在搞什么 我无法停止我的眼泪 哭了半小时 问她失恋的痛跟换脚 哪个比较痛 她想都没想就说 是一样的 不想吃东西 吃一口就想吐 热搜看到那男主角的名字 心会刺痛一下 至于原本的男主角究竟是谁 她没有多透露 而谈到Mark多次拒绝她接眼男配角 直到她撂下你不言我没人 我要死了 于是Mark为爱意气相挺 还因为没有任何演出经验 第一次上镜 还需吃镇定计 她8月16日将满31岁 问及生日心愿 她大呼 我好想开演唱会 其中一个愿望 希望天下太平 疫情早点结束 自由去想去的地方 见想见的人 世界就像乐土 没有病痛 没有隔阂 如果实体无法 就先办线上 她更笑说 希望启示录这张专辑 进到每个人心里 修认也包括进到Mark心里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